复旦大学 1985年招收了中国博士后制度创建后 全国第一位博士后 1985年李真道先生 给邓小玉同志提出建议要搞博士后 他讲得很生动 大学生是我们老师叫他做题目 这个题目老师自己也会得做的 到了研究生 这个题目老师自己也不一定会得做 但是老师希望他做 那么博士后这个题目也不是老师出的了 是自己提出自己做研究 邓小玉同志马上就懂了 所以说这个博士后是培养创新人才 非常明确的一个要求 是和那个学士 硕士 博士 是有本质的一样的 所以85年就开始建立博士后流动站 像我们复旦也是最早建立 博士后流动站的一个单位 随着学科发展 截至目前 学校共设有37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基本涵盖了学校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我这些对博士后真心识意的是用户的 我就兼着这个复旦数学学院的博士后流动站的站长 36年 我们扔了这么长的时间 到现在也出了不少的人才 我说他们是能够打开一个广阔的天地来的 我们是第一批国家工派出去的 经历一直想保障祖国 85年我拿到博士学位以后 谢谢先生说你可以到我们复旦来 我们复旦的媒体真是很好的 先生还给我派两个厨师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到复旦来 就要得非常重视 自己非常受改动的 我的报告时代实际上决定了我 这一生做什么 它是一个奠基的事情 基本上我在学术上全面的开花 就是从这开始 复旦做博士后这段时光 给我留下一个非常好的记忆 我就非常喜欢 校园一进去以后 梧桐树 特别是数学楼非常漂亮 数学院的这个图书馆 藏数量非常丰富 学术朋友也是自由 也有很大的一个自主权 所以那段时间呢 学术研究的这个进展 是跳了一个台阶的 不但整个博士后的管理制度 还是非常好非常坚确的 二十多年前 我到复旦来做博士后的时候 我一来报到 那就拿到了租房啊 这些迅速地把所有的手续全部办完 不用为这些操心 你就可以立即开展工作了 所以我当时还是非常惊讶 于这么快的一个高效率呢 新媒体技术的区别 打破了我们过去的传统的 新闻传播学的一个边界 它变得是更加更加的开放 博士后这两年是整个我们的专业旗袍的宝藏 你定下了你的这个方向 很可能将来你二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你都会朝着这个目标上 复旦大学给我们的整个的博士后 来自国家和上海市 对博士后者这方面的支持密度是非常大 这种的制度的安排和机率是超出一般的加强 我当时是一零年左右从美国回到复旦大学工作的 但是想把海外毕业的博士生 我能够进回来 李小光博士呢 他是在美国亭纳西大学和像素领国家实验室联合培养 拿到博士学位的 当时就建了这个复旦大学物理系超级博后这个计划 小光他就成为了我的第一个 也是复旦大学第一个超级博后 效应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连续的招收 一直以来 复旦大学深入贯彻 落实人才强效战略 加强顶层设计 坚持博士后制度改革创新 实施超级博士后制度 将博士后队伍作为学校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今天这种领域里头 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才 2019年超级博士后制度实行以来 我们复旦大学我们招收全职博士后一千多名 其中超级博士后五百名 给我们其实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 他们都参与到我们的一些重大的科研任务中 将来这些人不管是留校也好 或者是到企业也好 都能够为我们国家这种急需的行业能做一些贡献 博士后是科学研究的一个主力军 目前来讲我们复旦整个科研的环境应该是非常好 已经寄身于国际研究的前列 我们的博士后的人员逐渐地在增加 在学校科研的比例当中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博士后在我的科技中真的表现都非常好 成为洁青长江都有 他们这里边做得非常优秀 提出了很多原创性的工作 这十几年下来 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国内在经济学的人才培养上面进步很快 师资博士后其实是一个渠道 能够把我们中国自己培养的优秀的博士留下来 博士后我们的标准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的严禁严处 像我们经济学的师资博后 他不能说只是写论文 他还要做教学的工作 真的是优中选优的一个机制 复旦大学始终坚持博士后制度改革创新 在历次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战评估中 均取得优异成绩 截至目前 我校已累计招收博士后7000余名 初战的5000余名博士后中 已涌现出一大批学科领军人才 和各行各业的动粮之才 近年来 学校不断推进博士后校友工作 复旦大学博士后校友会 2012年1月正式成立以来 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论坛 组织了多次科技医疗服务团 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在2018年 学校举办了全国第一个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 经过四年多的积累与沉淀 2021年在参加人类资源社会保障部 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中 我们的代表团 永创佳继 所获的金奖数和获奖数 在全国高校中均位列第一 学校也荣获了大赛的优秀组织奖 助力我们的博士后 将他们的科研成果进行转化 其实中国现在的科研发展是非常高速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年轻人在目前中国的这样一个 评级的大的格局当中 基础条件各方面都远远好于我 我还是希望说 大家用好他们的两只眼睛 一定要好好观察中国进行 多思考一些重大问题 学以致用 对改进我们国家的政策 能够有帮助 复战人的一个特点还是试试干的 要报效祖国 要服务人民 要造福人类 你首先要现身科学来 做博士后的人 首先他充满好奇心 充满这个探索的心理 他应该要执着地去追求 去回答科学问题 我希望他们无论在学时 做人他那么多超过我 发挥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更多的病人服务 我们的国家是由每一个人来组成 每个人都能够 有把自己本职工作 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情怀的话 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就能够 屹立在世界民族这里 我们国家也一定会 从博士后队伍当中 去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世界大师 墨幅时代 墨幅青春 墨幅专业 希望博士后的青年人才 能够瞭准世界的前沿 能够对标世界的一流 胸怀家伙天下 能够自觉地肩负起历史的重任 为实现第一个负担 为民族的复兴 国家的富强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热诚欢迎广大优秀青年 加入复旦大学博士后科研队伍 抓住机遇 直面挑战 锐意进取 创新报国 富而实习之 淡淡有灵光 博学贯中外 士气通骨筋 后生能创新 戳力奋发 督行致远 复旦大学将继续推动 博士后队伍建设 实现跨越式发展